文字幕《非cialérience》 如果我來買牛不笨 我寧願保附給別人 我也不愛 我面對的火鍋生意 都是需要用彥虎的真理肥牛 我十幾歲就入行 當初入行的時候 很少人努力彥虎牛 因為扇穀牛沒什麼肉的 因為它小小的腌子都來養 所以它的肉會收 但是它的肉質鮮味 就比牛的生骨好多 因為我喜歡打火鍋 當時我就去研究扇穀牛肉質 為什麼會這麼鮮甜 原來因為扇穀牛要養五六年 但是生骨牛因為它的時間短 22個月左右 生骨牛 所以它的肉質沒有那麼鮮甜 而且比較粗糙 我對牛的執著 以及對生骨牛肉質的研究 它研究出有很多部位 例如牛頸隻、牛邊爪、牛腩心、牛腩頭、玩手 用來打火鍋是特別鮮甜、特別煉滑的 火鍋界一邊一邊批發肥牛 一直做到現在 不覺不覺都四十幾年 買牛是不會嫁手於人的 每天進入五峰港 我都要去巡邏 看過貨 適合我自己的貨 我們才會買的 五峰港來的牛不漂亮 我寧願保錢給別人 也不愛 我要求的就是一定要那隻牛 肥得來的級數夠 因為火鍋用的話 它是用來上桌 不是用來蒸炒 即逢是幫我拿貨的火鍋店 一定要正正到處去賣新鮮的鮮股牛 這樣我才會給貨 如果我發覺它不是正度 我就不做它生意 因為我們是一隻一隻蚊 所以任何火鍋用的部位 我們都齊 你其他當牛 湯不夠一隻牛 它的部位就不齊 外面火鍋店一般都是用邊爪頸隻多 不是很多人懂得去認識那些雕鑽位 但雕鑽位其實是最好吃的部位 切的方面可能會有些不太熟 因為它的雕鑽位的紋 有幾邊紋鑽 譬如舌頭 它都分四邊紋 不是用心去研究過 根本都很難切得回紋 如果一間火鍋店 你的命脈在刀手上 逢是新鮮牛 你都要逆紋切 如果你扇歪少少切下去 吃下去的效果都是兩樣東西 這東西你一定要留意 無論你的火鍋店 多漂亮多豪華裝修 你的師傅必須得到刀手 一隻牛十三隻骨 前甲就五隻骨 筋尾腿大腩就八隻骨 其實最好吃就是五隻骨 外國做牛仔骨 做骨扒 那些都是用前甲 前甲位是香很多的 從火鍋來說 我覺得最好吃的部位是 牛頸夾 牛腩心 釣龍 釣龍的油花最漂亮 因為它剛剛和肥牛邊 兩個折駁位 又有口感 又有肉味 肉眼邊味就是 香滑 但有口感 但肉眼邊又不是很甜 肉質又不是很鮮 肉質的鮮味最漂亮就是釣龍和腩心 蜂門柳 其實它只不過是肉質的鮮味較濃 我覺得就是這樣 它就沒有什麼油份 因為那隻牛多肥都好 蜂門柳都不是太肥 因為它的生長是這樣 肥得來 那隻牛亂身得來 肉質是起油花粉的 那隻牛就最漂亮了 其實打火鍋最佳的食法 你的窩底一定要滾 那隻牛肉一放下去 停一停 跟著拉兩下 就吃 就是最好 所以如果你要做好一間火鍋店 你鑽定的宗旨 用正新鮮肥牛 是會有真的 懂得去欣賞吃新鮮肥牛的客人 我們這裏 牛肉檔 人家住半山 銅鑼灣 周圍鑽車來買牛肉 真正一個食家 他要吃漂亮的新鮮肥牛 他都知道價 他都不會跟你講價 最重要是你那些牛肉 是真的新鮮肥牛 和吸收的牛肉 和吸收的牛肉